被千金小姐一把壁咚在墙上是种什么体验 这天是一年一度的烟花大会 然而就在男主打算学习一整天的时候 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 本以为是催债的 结果开门一看竟是五月 男主严重怀疑自己还在做梦 可听着门外熟悉的声音 他再次开门询问是怎么了 原来五月过来是特地给男主发薪水的 按照之前订下的合同 男主只去了两次无姐妹的家 却拿到了五万元的巨款 这让他觉得钱来的实在太容易了 毕竟自己什么都没做 说着便打算将钱还给五月 然而五月却觉得并不是这样 在他看来男主的存在 已经开始一点点地改变他们五月 所以他不接受男主的退款 至于这笔钱该怎么用都是男主的自由 既然如此 男主问妹妹有没有想要的东西 而妹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电完成 于是在他的撒娇卖萌下 五月也跟着两人来到游戏中心 之后在妹妹的助攻下 一家三口玩起了各种互动游戏 就连三人的家庭照都拍了 到了傍晚 玩累了的三人准备回家 可走到半路五月的呆毛却突然竖起 一脸冷汗的他二话不说就想开溜 见五月如此可疑 男主也追了上去 也就在这时 妹妹看到了不远处的四姐妹 见到两人你追我赶的模样 依花还以为他们是在约会 而四夜却来到妹妹面前 邀请他和男主与他们一起去看烟花大会 可男主却表示自己接下来还要学习 但在妹妹的卖萌下 他还是一脸无奈地答应 就这样众人来到集市 不爱热闹的男主 选择坐在一旁看着几人玩 也就在这时吃货五月来到男主面前 可换了发型的他 男主盯了两秒半都没认出是谁 听到两人的对话 依花提醒男主这样说可是不对的 毕竟女生换发型的时候 要好好夸奖才对 也就在这时依花的手机突然响了 来到一边接通后的他却瞪大了双眼 仿佛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没过一会四夜小可爱也带着妹妹向这边走来 不过妹妹手里却多了上百条鲸鱼 这让男主不禁吐槽真是毫无人形 便提醒妹妹要好好感谢四夜姐姐才行 于是 等一花接完电话 众人便打算前往二奶提前包下的屋顶看烟花 然而二奶却提醒众人 既然是难得来一次祭典 那必须买完那个再去 就这样五姐妹分散开来 男主与目前关系最好的三九走在了一起 趁着机会 她很想知道烟花大会明明每年都有 但五姐妹的情绪为什么还会这么兴奋 三九解释烟花是他们和母亲之间的回忆 因为母亲很喜欢烟花 他们每年都会一起去看 所以妈妈不在之后 五人延续了这个习惯 闻言男主恍然大悟 这时喇叭里传来了烟花大会即将开始的通报 拥挤的人群也因此变得躁动起来 走在前面的二奶祥与后面的众人会合 却不慎被人一脚半倒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双大手抓住了她 回过神来的二奶发现竟然是她最讨厌的男主 但她那帅气的出场却打动了二奶 于是她小脸一红 小心翼翼地拉住男主的短袖 像个小娇气一样向目的地走去 然而来到楼顶后 烟花大会刚好开始 可却没看到其他人的身影 二奶这才想起知道这个位置的只有她一人 而关键时刻手机又没有了信号 实在没办法 为了让五姐妹待在一起看烟花 男主只好下楼 打算在烟花大会结束之前找其所有人 于是两分半后 她在人群中找到了一花 可刚想上前说明情况 却被一个中年大叔拦了下来 她上来就问男主是谁 跟一花又是什么关系 文言男主愣住了 她不知道回答是朋友还是老师 又或者是熟人 就在她准备给出答案的时候 一花和那位大叔却不见了踪影 反而是她自言自语的声音 引来了不远处的三九 两人一见面三九 就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 而男主本想让三九一起去追一花的 但三九的脚过来时 不小心被人踩到 男主见状二话不说 俯下身子背起三九 三九也被男主的举动 搞得害羞地要死 可下一秒男主却说道 之后男主虽然为三九包扎好了伤口 但七只男的行为还是让他非常生气 此时离烟花大会结束还有四十分钟 男主打算先将三九送到楼顶 再去找其他人 然而就在他伸出手扶三九起来的时候 一旁突然冒出两个女人 他们上来就以问卷调查的名义 询问两人是什么关系 闻言男主瞬间联想到了 刚刚那个大叔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看到愣在原地的男主 两人心知肚明 于是率先开口说两位应该是情侣吧 毕竟手都牵上了 这让两人顿时一紧 感忙松手的同时 三九解释他俩只是普通的朋友 而男主还补充道 男主不愧是个钢铁之男 也就在这时 三九看到了人群中的五月 于是男主向三九打了声招呼后 追上五月让他先与三九会合 而之前二奶打通过四夜的电话 让他带着妹妹待在原地不要动等男主来找 这样一来就只有一花的行踪还不明了 也就在男主快把五月送到三九那时 一花突然从他身后出现 立木ちゃんと合流できたんだね めっちゃ こっち来て 花火見た? すごいよね おい、どこ行くんだ 五人で見るんだろ いいからいいから え、上杉君 それでね さっきのことは秘密にしておいて 我和大家一起看花火